大家好,我是青石 今天跟大家一块来聊聊牡丹的肥亥 现在面对的这棵是一棵三年的石生苗 它的叶尖都焦了 叶子的叶绿素也都退走了 完了以后叶子毫无光泽 这个就是什么样 典型的肥亥 这个肥亥往往发生在夏天 高温 少雨的时候 发生的 具体表现 它是从叶子最上端开始 叶尖 一点点发焦 完了叶子慢慢发黄,从上边往下走 如果发生这种情况 你可能就要想到是不是受到肥亥了 那么我们把这个牡丹挖出来 挖出来以后 我现在手指头挑的这一段 是它的一个主要的侧根 前面两三寸的地方 大家可以看到 完全已经烧黑了 就是全部烂了 那么边上这些乱七八糟根 不是牡丹根 那么我把这棵牡丹就完全挖出来 这个就是 它的整个一个根系 这个根系 大家可以看到 所有的须根 就我们说的吸收根 全部烧成黑色的 就全部坏了 所以 侧根 有那么几个侧根 根尖也都烧黑了 所以这个就是肥亥对牡丹 的 伤害 所以我们反映出来的叶子发焦 就是都发黄了 那么我们 为了抢救它 要把侧根 怎么样 要 修整一下 刚才我们第一剪刀看到 这个修整的时候 两三寸的时候 里边还是黑的 就说明怎么这个侧根没有剪到新鲜的地方 这个里 白颜色的了 那么我们就是说怎么样 这里是健康的部分了 那么我们的侧根在修剪的时候一定要都剪到 健康的 那个 那个段上 这样子的健康段呢 才会 最后封口 封住口以后呢 产生 预伤组织 这预伤组织怎么样 再 触发新根 这样子的话呢 这 才能 这个 救活这颗 牡丹 那么 这里的所有的 这个 侧根 都受到伤害 所以把这些侧根 都要剪到健康段 特别是侧根上面有一些须根 就是挺可惜的 这些侧根 这些须根都烧黑了 所以在剪的时候呢 就是也要剪到侧根的健康段 把这些须根 就是烧黑的须根 全部 一起都扔掉 那么 完全的是 靠这个 这个 侧根 现在目前侧根 和这个 主根根 主根里边的 保持的水分来 提供这颗牡丹的 目前这两三个星期的 这个抢救阶段的 用水 那么我们这根是这样 修整 完了以后呢 修整完了根 我们要修整它的上半部分 它的上半部分呢 大家可以看到有三片大叶子 以前非常健康 现在已经完全都死了 已经完全 失去它的作用了 所以三片大叶子全部剪掉 好在哪里呢 这当中还有一串小叶 看上去还 不是特别坏 所以我们把小叶修整一下呢 把这个小叶留下来 作为它最上边的呼吸点 那么 这个 这个下边呢 我们看看这个时候 我们把根修好了以后呢 是不是还有一些生长点呢 其实很多生长点的 很多很多 都补定芽 在它的根井上面 看到没有 那么 我们用肉眼都能看见 白色的 那么这些芽呢 有条件允许的话呢 都会发出来 所以呢 抢救活它呢 还是有希望的 那么 这样子呢 上面留着小叶 那作为它的呼吸点 也就是说光合作用的地方 那么怎样呢 上下贯通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 进行栽种了 那栽种的时候呢 选一个盆 那么这个栽种的这个 机制呢 大家很重要 尽量选那些没有营养的机制 我们也是让它发根嘛 又是夏天 所以呢 我是用的 选用的是 C sardine 和珍珠岩混在一块 那这样子的话呢 基本上没有 没有肥料 那么把它种上以后 压实压实以后呢 浇潮水 那么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呢 先放它两三个星期 大家看到没有 我们镜头对着有一个 地方有一个芽 这个芽呢 就是一个 隐藏芽 这个芽呢 是最有可能 现在怎么样 最有可能 发出来的芽就是它了 那么我们 怎么样 把希望都寄托在这个芽上 那么上面这些今年长出来的 这个新枝呢 这个芽已经 发育的很不完全 很难 会有秋发现象 那么我们呢 就 把这个希望都放在底下 这个隐藏芽上面 这个它如果秋发了 那么就 旧活这颗的 可能性呢 就非常大了 那么 我们只能说是 旧活是有一定的 一定的可能性 好吧 那么 到时候秋发了 我们就可以把上面那段枝条 连同这些小叶 一起剪掉 那 让它好好过冬 明年呢 就可以 怎么样 让它恢复健康了